见谅 怎么见谅啊 我在公司工作了二十多年了 现在老了 没用了 二话不说就把我裁了 我家里怎么办 老的小的怎么火啊 我这么大年纪 还有哪个单位能收留我 不信 我得找你们老董事长评评理 刘先生 刘先生 干什么 干什么 放手 放手 你干什么 刘萌 刘先生 你听我说 我 我听着呢 在任何一家公司 更替员工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冷静一下 我没法冷静了 不行 我要去找 我 霓裳 这个地方是工作地方 有什么事情你到我办公室 咱慢慢说好不好 不行啊 我要去找老董事长 我等会打给你 你们干什么 你们要打人了 放开我 放开我 住手 顾 顾总 好 你来的正好 顾总 你来平平你去 他们把我裁了 刘科长 刘科长 你现在没注重 我理解您的进行 但我也希望你们理解公司 公司也是迫不得已 才做出裁员的决定 但是您相信我 公司对于老员工 一定会照顾到底 你以后的生活 你有什么要求 您告诉我 我尽全力去配合去解决 这样闹下去对您 对公司影响都不好 您听我一句劝 您先回去 我一定登门 就给您一个交代 顾总 我相信你啊 谢谢 我走 我既然将军事 我去 真的很简单 也不知道保护自己啊 这次残验的事情 对他们那时候太突然了 我也没想到 他们会这么激动 可是你也要随机应变 不要自己冲在前面 你毕竟是个女人 我只是觉得 他们不会真的伤害我 你只是觉得 你只是觉得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 让别人去做 是你交代我亲自去办的 交代给别人我也不放心 还疼吗 没事 就撞我一下 那你回去好好休息 不行去医院拍个片子 好 我知道 那我出去了 方美 他们说你那些难听的话 便往心里去 别理他们 嗯 知道方市长和佟总的事吗 这哪能不知道啊 听说方市长原来跟佟总 还去佟总家洗过衣服呢 看来啊 她是我们全公司唯一一个 去过佟总家的女性职工了 那这么说是真的 那还能有假 看来方市长要非常之头变凤凰了 不过那也说不准 没准人家佟总 就是随便玩玩的呀 像她这种身份的人 想要什么样女人找不到 那倒也是 是 喂 我在你家楼下 你下来一趟吧 好 啊 什么事情啊 只好这么急 手还疼不疼 啊 已经没什么事了 啊 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应该跟你说声抱歉 您下部的事情 不都已经解决了吗 你不用跟我道歉的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是为什么 我现在常常因为做过的事情而后悔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我从澳洲再一次回来 本来以为自己会习惯 毕竟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这里有军名 有你 一切都跟三年前一样 我心里明白 很多事情都在变 我坚信 我自己不会变 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我发现 变化最大的竟然是我 我变得自私小气狭隘 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情绪 让你去做 可能让你受到伤害的事情 其实不是的 你听我说啊 我就是个胆小鬼 总想用逃避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三年前 因为你不爱我 我逃走了 现在 现在 你依然不爱我 但是我不会逃走你 我选择面对你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保证我自己不变成一个 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人 人瑜 对不起 你不用说对不起 其实我该谢谢你 你治好了我的 幼稚 烦躁和神经质 真的 话说完了 我也轻松了 我也该走了 对了 你记得每天晚上要磨点养够 这样恢复得快 否则真的变成我的责任了 好了 我真的走了 好 钟 咱们 我回头 我来 干吗 你 我回头